其實現在唱片市場是真的很大 但也希望繼續會有機會出碟 因為對我來說 我始終覺得 雖然我的主打可能是網上平台 但出了那支碟 你摸著那件事是比較實在的 而且好像滿足了自己的一個慾望 公司也很好 因為我都有繼續支持 做這件事 所以我可能真的 都是繼續出碟 但會長一點時間才出一隻 可能真的幾隻 只有一個Single 存了五六隻才出碟 我覺得我自己的歌 比較特質的那件事 就是我可能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我所有的歌都是類似講故事的形式 我自己就是一個說故事的人 而且每一首歌其實我都盡量是自己的經歷 或者自己的一些看法 甚至是自己的一些故事 所以我覺得這樣唱起來或者錄起來 就會覺得比較貼心 自己有一個轉變 就是以前的自己有一陣子 對愛情都幾 沒什麼希望 就是 人們會問 你想不想拍拖 我這樣很快就會回答不想 或者是 你想不想結識到伴侶 我說我又沒什麼特別想 這樣 但現在的自己就會覺得 在愛情路上 我又沒有很刻意地去找一個人 但我覺得如果緣分來到的話 我都可以去ready去嘗試 去了解 或者是去發展一下